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 你的谎言也动听,在爱与谎言中找寻真挚 在纷繁复杂的电视剧市场中,你的谎言也动听犹如一股清流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主题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该剧由陈兴旭和张雨昕领贤主演 讲述了一段关于爱与牺牲,信任与成长的故事 让人在感动中思考,在思考中感悟 该剧以西南地区的一次灾情味背景,随着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的涌入 女演员秦斐张雨昕氏也来到了灾区 起初,外界对秦斐此行的动机议论纷纷 认为他不过是来作秀 然而,秦斐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诚意和决心 在救援现场,他不仅展现了作为志愿者的担当和勇气 更在与医疗队队长行之指陈兴旭式的相处中 逐渐展现出自己坚韧善良的一面 陈兴旭饰演的行之指,作为医疗队队长 他外表温暖,内心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复杂情绪 他用自己的医术和勇气,一次次在生死线上拯救生命 也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 打动了看似坚强的秦斐 两人在救援现场的朝夕相处中,从陌生到相互依赖 再到最后的深情告白,每一个瞬间都让人感动不已 张雨希饰演的秦斐,则是一名备受关注的女明星 她曾因舞蹈梦想而努力奋斗 却在国外比赛时遭遇意外,导致舞蹈梦碎 性格愤世极俗,极恶如仇的她,内心却善良而耿直 在灾区,她放下了明星的光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与行之指的相遇,更是让她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 剧中,陈兴旭和张雨希的演技可圈可点 两人不仅颜值在线 更是将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演绎的淋漓尽致 从最初的陌生到相互扶持,再到最后的深情相拥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尤其是两人在救援现场的互动 更是让人感受到了生死考验中的真挚情感 除了主演们的精彩表现外 你的谎言也动听的剧情也值得一提 该剧以灾情为背景 却不仅仅局限于救援和灾难的描绘 而是通过勤匪和行之指的爱情故事 深刻探讨了信任 爱与牺牲的价值 在救援现场 他们彼此扶持 共同面对生死考验 这份真挚的情感让人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剧中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情节 比如 秦匪在救援现场不顾自身安危救人 展现出坚韧和善良的一面 行之指在关键时刻认出秦匪 并救他于危难之中 两人在生活中相互扶持 在各自的领域奋力前行 最终收获了真挚的爱情 这些情节不仅让人感动 更引人深思 此外 你的谎言也动听 还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配乐 为观众营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关锯体验 无论是灾区的真实还原 还是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 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了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当然 该剧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 部分情节过于套路化 缺乏心意 部分角色的设定也略显单薄 没有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 但总体来说 你的谎言也动听 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 它用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主题 打动了观众的心 让我们在爱与谎言中 找到了真挚和美好 总之 你的谎言也动听 是一部充满感动和思考的电视剧 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 最美好的一面 也让我们相信 在爱与牺牲中 我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如何成长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 不妨一试 相信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官具体验